嗨 大家好 我是三明睿 今天非常高興 特別和Muzik雜誌 我們有一個專門的企劃 訪問到我心目中 非常景仰的一位學者 讓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主角是誰 哇 大家好 嗨 老師好 明睿好 嗨 大家好 今天就是我們要特別訪問 陳漢金教授 讓我們進去老師的家裡面看看 老師的藏書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藝術品 Let's go 好 前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三明睿 今天非常高興 也非常的榮幸 訪問到我心目中 非常景仰的一位音樂學者 陳漢金老師 老師好 對 明睿老師 你好 好 那我是 在音樂界工作 不過我跟一般的 所謂的音樂人 有不同的地方 一般音樂人的話 要不然就是演奏演唱的作曲等等 我做的叫音樂學 什麼叫音樂學呢 音樂學就是做音樂的學術性的研究 一般演奏演唱的人 他們出門的時候要帶東帶西的 帶業氣 一大堆大大小小的業氣 那我出門去我就只靠一張嘴 經常都在演講 要不然就是寫文章 靠的就是一支筆 對 我做音樂學我就靠一支筆 跟靠一張嘴 事前的工作可是不得了喔 我們 就是要看很多書就是 老師你的興趣其實也很廣泛 而且你其實對你的興趣 你還會深入地去研究一下 客廳也有幾幅畫的收藏 我這些畫都是在畫國就買回來的 那旁邊的兩副是相同的一位畫家 這個畫家他就是業養的畫家 不過我覺得他畫得非常好 那這個畫家是一個 一個蠻普通的一個旅館的老闆 首先我蠻感嘆的就是他一個旅館的老闆 不過他是蠻有概念 他對所有的藝術 就實際上在西方好像蠻多人的這樣 不過每個人他對藝術的領會是蠻充分的 那這兩幅畫就是他掛在他旅館的牆壁上面 在那邊看了蠻久 老闆就蠻好奇的 因為他畫了畫有人看他 很開心 我想他耐心應該也很開心 然後就問我說 你怎麼在這邊看那麼久了 我就說我非常喜歡這個畫 真的畫得非常好 那像後面這幅畫就一個朋友畫的 這個朋友叫楊德俊 他粉彩畫得非常好 那時候我在法國就在學生會裡面工作 一天到晚辦旅遊 他就會來參加我同學的這個旅遊 叫我們去旅遊 每次到一個景點他都會 大家都去玩了他就把畫教擺下來 就在那邊在那邊學生 這樣我就認識他了 後來他就送我幾幅畫 這是其中一幅畫 我的興趣比較廣泛 然後就各領域的藝術我都會去感興趣 然後去涉獵他 各種藝術的歷史很感興趣 音樂史、建築史、美術史等等 文學史等等 花一點時間去把各方面的歷史 最基礎的東西都讀清楚以後 你就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中 各方面的意思都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這些很多東西真的是相關聯的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歷史很爛 然後沒有想到我長大的時候 為了要了解一首曲子的背景 從這個點開始 我常常就是開始擴散出去 我才覺得 我以前沒有做的 我現在全部都要把它做住 因為其實太多東西 歷史上是完全相關的 尤其是音樂、文學跟繪畫 這個部分 明睿就講到重點 那我發現說 在藝術工作很多人 他們不只不喜歡歷史 還很討厭歷史 我覺得這是行不通的 任何意思你 歷史先把它弄懂 那事實上就可以說一本萬例 你音樂史弄懂 那不同的時代 時代背景 你已經有基本的認知 那你再去讀美式時 實際上就是適當公背 那你再去讀建築史的話 那一樣 那很快的建築史 你看一邊發現 很多類似的地方 那各方面都一樣 文學史、舞蹈史 都一樣都有它時代的背景 所以 你如果是搞音樂的人 或搞其他藝術的人 你要把這個 跟藝術有關的思想的層面 弄清楚 那不能說歷史就是最重要的 最起碼它是最基礎的 那你如果沒有把各個藝術史的 這個歷史都弄清楚的話 你做下去以後 你會發現說 你的腦筋裡面是 一大堆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那一大堆沒有弄清楚的東西 對 因為他們的那個脈絡其實是 層層相關 全部都是類似的 尤其是音樂學為專業的時候 那個書海的浩瀚 真的是無涯喔 那只要你把任何事情做出興趣了 就不會是辛苦 辛苦的過程就是一個興趣 就是一個興趣 老師你平常也是做菜 這上面也會常在FB跟我們分享很多的 做菜的菜單跟我們分享跟步驟 然後連這個方面我覺得老師也是 也很有研究 這算是您的一個斜槓嗎 對 現在大家都流行斜槓 事實上就是說 你把生活當成 就好像在玩遊戲 過方面的東西 你只要覺得好玩 你都下去玩玩 有興趣的話 什麼都好辦 現在興趣很多啦 老師平常除了做菜 也還會去旁邊的河堤散步 散步 散步 一面散步一面跑步 現在年紀已經有點大了 不過老師一直保持很棒 以前年輕時期我是跑馬拉松的 喔真的 還參加過 全馬還半馬請問一下 全馬 還參加過巴黎馬拉松 他的終點是在開身 我真是汗顏 老師你很喜歡看電影 對 那個電影 我覺得電影是進入20世紀以後 最有生命力的藝術 整個世界也一樣 很多藝術都已經一路發展過來幾千年的歷史以上 那很多藝術都已經搞了很久了 搞了很久以後 他的生命力就比較差 所以事實上 20世紀以後一直到今天21世紀 最有生命力的發展 最好的 那 他同時又是另一般人 雅俗共賞的就是電影 所以我電影就看了很多 我是非常花心的 在藝術欣賞上面 不過在花心之際 你還是要把握到一個重點 這樣的話 你才不會變成一個 就抓到主軸就對了 才不會變成一個 浪蕩子 我們等一下要去參觀老師的書房 老師的書房 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他的家裡面一個重要的角落 非常像是一個圖書館 平常我工作的地方 好難得的經驗 真的是一個小型的 收藏的圖書館 老師我當初回來的時候 這個書就有一大堆 那就拖印 拖印後來結帳的話 因為用海運 就花了十幾萬的台幣 海運就十幾萬 對 我在巴黎 不是一下子就從博士開始練 我是從這個壽士開始練 然後我去上了很多 一些比較雜實的課程 夜裡的課程 音樂史的課程 種種 那現在到 不只我本身巴黎大學 還到其他學校旁聽 好那整個我的學習時間 就拖了蠻長的 我總共在那邊就拖了十一年 很好欸我很羨慕 拖了十一年 有時候有人會笑我說 為什麼讀過書要讀那麼久 那我就跟他講 因為我一天到晚都在玩 我要看的東西太多 要聽的東西太多 不務正業 剛剛提到我是很花心 一天到晚 這些都是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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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授 晚一點畢業而已 教授說你最好不要來訪我 你全部都不要來找我 就我 我根本不用 就花時間在你身上 這樣我最親神 有些人如果像我要學音樂史 當然你就到四大 巴黎第四大學 手法方大學是最理想 那是非常傳統的 音樂史可以搞得非常好 那你如果要搞民主音樂學 也蠻多學 很多人後來練回來 都成為音樂界 在民主音樂學領域的一些 專家 名人啊 那他們就到相關的大學 了解 也有音樂心理學 音樂社會學等等 分佈在不同的大學 分相非常的細 對 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 我練的是音樂學 音樂的學術研究時候要看很多書 對 像一般到外面學音樂的人 他們是學演做演唱或做起的 他們就要到音樂學院這樣 在法國那這兩個 兩個領域是分得非常清楚 我偷偷知道老師有一個習慣 都是很早起床讀書對不對 二十幾年的教書生涯裡面 我就過了修道院室的生活 這個差不多 有時候八點多就上船睡覺 我好汗顏喔老師 早上三點鐘起來 早上三點鐘起來 獲得修道院的生活 天啊 直到最近退休以後 我才改變生活 就 換俗了嗎 對 變成很晚睡覺 因為不用再備課了 那 早上就很晚睡覺 十號點睡覺 然後早上睡到自然醒 我們等一下 往廚房進攻 看看老師今天要教我們什麼菜 好的 Let's go 老師今天要為我們煮一道很特別的料理 不是太複雜的料理 不過是蠻特別的一道料理 而且它有一個典故 好 這道菜翻成中文叫 馬倫哥雞塊 顯成 馬倫哥雞塊 馬倫哥 馬倫哥是義大利的一個地名 那 在拿破崙起來後 大家都知道拿破崙會 帶領著法國的軍隊 它要統一歐洲 對 它最早的一個目標之一就是義大利 他的軍隊就攻到義大利別邊 馬倫哥這個地方 就打了一場勝仗 隨著軍隊裡面的一個廚師 在打完勝仗以後 就為他做了這道菜 那就採取義大利的食材 那義大利是地中海的國家 所以這是一道地中海料理 勝利之機 今天真的是太幸福了 今天到老師家來做客 除了參觀老師的 像圖書館一樣的書房之外呢 然後還請老師幫我們做了一道 他拿手的幸運之機的這個料理 勝利之機 勝利之機 也是幸運之機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給大家推薦一位導演 一個電影的導演 跟一部他的傑作 這個導演已經過世了好幾年了 叫庫伯利克 我想大家都有聽說過 是英國人 大家比較熟知的一部經典名作 事實上是客飯店的經典 叫澳001年太空蔓延 我要介紹的是 名字稱的叫Berry Linden 翻成中文 這是一個裡面男主角的名稱 中文翻譯叫亂世熬你 這已經好幾十年前的一部片子 那我之所以推薦這部亂世熬你 這部電影不只這個影像 非常非常的迷人 他的營業尤其用得非常好 那裡面在講的是 18世紀初七連戰爭 歐洲七連戰爭的時候 一個英國的這個鄉下人的故事 Berry Linden 由於戰爭的影響 就到別的地方去 由於他的運氣 曾經有過輝煌的事業跟愛情 不過也由於這個命運的捉弄 最後他又消遣下去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透過庫伯利康教員非常有名的一個導演 那他非常懂音樂 他的電影裡面經常 音樂不只是配樂 音樂經常被當成優先 庫伯利康經常會把影像帶到音樂的境界 真的太好吃了我停不下來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謝謝老師 謝謝明睿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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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